假如使用剂、挑、棉、吸、磨等方法去黑头,表面上看起来是会很干净,但其实还有半截的黑头断在毛孔深处,而且还容易让毛孔变得粗大。 让烦恼的黑头是怎么形成的呢? 简单来说是皮肤分泌的油脂过剩,这些油脂跟肌肤上的灰尘等混合起来,堆积在毛孔中,然后接触到空气被氧化,从而变成了黑头。 假如使用剂、挑、棉、吸、磨等方法去黑头,表面上看起来是会很干净,但其实还有半截的黑头断在毛孔深处,而且还容易让毛孔变得粗大。 现在就让小编告诉你正确的去黑头的方法吧。 怎么去黑头移用软化的方法清洁角质想要测试一下黑头上是否粘了很多的老肺角质,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知晓。 立着毛孔的生长方向,从下往上的抚摸,如果你感觉到有很多的小突起,就说明有很多老肺角质了。 使用一般的去角质产品虽然可以清除部分的黑头,但是黑头都是很粘,很深,很顽固的,因此如果太用镜的粘,膜,撕拉角质以及毛孔位置的黑头,很容易会对毛孔以及周围的肌肤造成伤害,加速毛孔粗大。 因此清洁角质的时候不能硬来,应该采用鲜软化再洗去的方式,为肌肤脱掉厚重的老肺角质外套,呵护肌肤不受损伤。 怎么去黑头二,温柔吸去黑头使用剂,挑,粘,吸等方法去黑头,其原理就像是拔塞子一样,但是对于黑头来说,因为它很粘,而且是紧紧的趴着毛孔壁,因此容易断裂,留下一部分在毛孔中,而且对于收缩毛孔也是不好的。 所以一定要先把角质软化并且处理好角质后立刻敷上绿色的洁净面膜。 面膜中的有效成分能够深入到毛孔中,把顽固的黑头软化,并且溶解为一体,然后利用面膜中的特殊配方把其吸附,然后温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怎么去黑头三,抗氧化护理让黑头不再来黑头之所以会反反复复发作,其一是黑头清除不干净,让毛孔继续堵塞,毛孔撑大,形成新的黑头外,另一个原因是皮肤分泌的油脂容易氧化,特别是在夏天紫外线的作用下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强强相遇,催生了黑头。 因此想进一步的改善黑头情况,在早晚护肤的时候建议添加上亮肤精华霜,内含有的抗氧化成分能够帮助防止油脂粘结形成黑头,把毛孔撑大。 好聪明 好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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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